协助排泄 协助患者排泄法是指协助不能自理或部分自理的患者排便、尿,以满足患者排泄的需要。 操作步骤 置患者床旁核对患者姓名、床号和万代,并向患者及家属解释协助床上排便尿的目的、方法、 注意事项及配合要点 取合适体位 患者取仰卧、两腿屈膝 病情允许时可稍抬高床头 以利于患者排便、尿 铺一次性防水电筋 放入便盆 主患者双腿分开 使臀部抬高 在患者腰下铺一次性棉垫 脱下内裤 将便盆放在臀下 腰部不能抬起的患者 可使患者先转向侧卧位 将便盆插入臀部下放好后 再转为仰卧位 将卫生纸及呼叫器 放在近旁一曲处 可离开病房在门外等候片刻 重要提示 为防止尿液飞进 可在会音部盖上卫生纸或棉垫等物 排泄后清洁 排泄后协助患者抬起腰部 双脚登床 抬起臀部 清洁污染部位 腰部不能抬起的患者 可以采用侧卧位进行清洁 撤下便盆 并用便盆布或废纸遮盖 放在安全的地方 撤下一次性免电 整理好患者医库 盖背 通风换气 观察患者排泄物后 清理变盆 洗手 搬背 排泄物 清洁污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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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